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憨子说电影 俗话说 女人心海底针 男人要想读懂女人的心思 那是费老鼻子的劲了 今天 小编为大家带来一部 男子试穿公司女性衣物 被女儿看到的尴尬电影 子刚是创意总监 在公司里混得风生水起 更是博得女人们的青睐 每晚都换着各种各样的女人 本来她马上就要上任执行总监的位置了 却不想公司空降了一个美女李怡龙 抢走了她的职位 这让她憋屈到不行 俗话说 新冠上任三把火 李怡龙刚上任就让公司的男同事 回家体验一下公司的女性产品 这样更能给公司提供好的服务 子刚虽然表面对李怡龙恭恭敬敬 但心里早就把她骂了个千百遍 回到家的子刚还是郁闷到不行 于是打算试一下带回来的女性产品 不一会儿 黑丝袜 红皮鞋 魔性指甲油 再加上性感的红唇 甚至连姨妈筋都用上了 这风骚的走位真的是没谁 但这一幕刚好被回来的女儿和男友发现 女儿以为老爸是心里变态 就生气的走了 子刚本想追女儿回来 却被脚上穿的高跟鞋滑到浴缸里去了 还顺带把台灯裹了进去 结果没等她走出浴缸 就来了一个电机治疗 这滋味真是爽翻了天了 当她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耳边还传来女人的心声 就连女儿也嫌弃她丢人 走在路上的子刚被路上女人的心声吓得逃跑 来到公司后却发现嘴上恭维自己的美女 心里都是在骂自己 这让她感觉非常的可怕 可回到家的她 还看到女儿和男友私混在一起 这更让她生无可恋 她知道自己能有这样特异功能 都是因为触电的结果 于是她趁下雨 再一次抱着台灯 想要把自己给电回去 可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 早上阿姨帮她打扫卫生 没想到阿姨虽然年老 但是有一颗少女心 子刚听到阿姨少女的心态 就嘲笑她不服老的心态 知道她有听懂女人新功能的阿姨 说她这样 不是可以控制天底下所有的女人吗 这句话让她深受启发 来到公司的子刚 利用听懂女人新的功能 在公司里各种撩妹 还知道了李怡龙心中的潜在她客户 并在老板面前好好表现了一把 还在心里下定决心 一定要赶走李怡龙 之后她来到市场 记录下了所有女人的心声 然后挑选了一些好的意见 把她们融合到了一起 还获得了全公司的认可 之后她利用超能力 剽窃了李怡龙的创意 虽然李怡龙当面和她对质 但她却拿不出证据 只好给子刚道歉 之后两人开始合作 子刚利用超能力 总能想到李怡龙的想法 两人不谋而合的建议 让李怡龙对她的好感倍增 并肆无忌惮地释放压力 在两人接触的这段时间里 李怡龙对子刚的感情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而子刚也看到了李怡龙的智慧和善良 他本想要告诉李怡龙 自己剽窃的事情 但始终没有勇气开口 之后子刚的创意 也得到了李怡龙的肯定 可他最近的业绩 也得到了老板的肯定 老板认为他可以独挑大梁 于是就辞退了李怡龙 看着快走的李怡龙 子刚终于向李怡龙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说了自己有特异功能的事情 他希望李怡龙能原谅自己 可一个剽窃自己创意的人 李怡龙怎么可能轻易原谅 心灰意冷的子刚 刚走出李怡龙的公寓 就遭到了雷劈 醒来的他失去了读懂女人心的功能 这让他开心不已 而李怡龙也在上飞机的最后时刻 明白自己是真的爱上了子刚 于是回来和他重归就好 就这样他们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其实爱情没有谁对谁错 爱上就去追 千万不要给自己后悔的机会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都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